大家好 我是張柚南 這個歡迎收看大師543 來的都是大師 大師來這裡543 這個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而且是非常榮幸的再次請到 因為其實我們大師543的第一次 就是邀請這個盧熙鵬 這個盧教授 但是因為當時他在宜蘭 所以一面洗溫泉 一面跟我們視訊 所以稍微這個casual一點 所以我們這一次特地請他到現場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師543是出了訪問人之外 剛好我們盧教授 他也在最近出了一本結構洞 等一下我們也要來訪問他一下 說到底這本書是跟我們在講什麼 是不是先請盧老師跟大家打個招呼 各位大師543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盧熙鵬 謝謝盧老師 我簡單介紹一下他的封工偉姬 因為他算是我這個多年好友 所以他不計回憶 來跟大家五四三 那其實他是網紅教授 我都常稱他是網紅教授 因為他的粉絲非常多 而且是跨域 為什麼叫跨域呢 我們知道說教授呢 就是通常呢就是在學術裡亂尊嚴 那他也是最近大家都在談了那個百分之二的科學家 是在那個學術上面呢是非常頂尖的這個學者 但是我為什麼說他跨域呢 因為他除了是教授之外呢 也曾擔任過電視主持人 然後也是暢銷書作家 那也是小說家 那也曾當過董事長 所以各位知道說 他這個是在產學上面 都有非常這個卓越的表現 那我稍微講一下 他在學術方面的這個成就 他曾經擔任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的院長 金城榮譽學院的院長 學務長 現在就只差校長了 那資訊管理系系主任 EMVA執行長 電子商務中心主任等等職務 那麼他呢也是這個報紙的專欄作家 那三度獲得這個台灣科大傑出研究獎 那在這個天下Cheers雜誌 EMVA的專刊當中呢 他是被校友跟學生票選為 EMVA最受歡迎的名師 所以呢 而且常往來兩岸學界業界演講 那也是多家公司的獨立董事 那我剛剛提到說 他有曾經擔任主持人 他在這個學者財經台 這很久以前 把這個電視台給搞到 衛普電腦台 東昇電視台 衛普電腦台 這個等還有非凡電視台 產業科技通的節目呢 都擔任過主持人 所以洋洋灑灑 真的是不得了 而且這個我們常講的說那個書啊 這個汗流衝動 這個非常多書非常厲害 越來越流汗 所以我們今天要特別邀請他來跟我們 這個分享一下 我們知道盧老師前面一本書叫隨經濟 是是 隨經濟這三個字呢 其實比較好懂 隨嘛 就是隨時啊 隨地啊 然後經濟呢 就是隨時隨地就經濟產生 這個很清楚很了解 但是結構洞看起來就比較 真的比較學術化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先跟老師來分享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結構洞 結構洞其實講簡單一點就是 每一個人你都有一個網路結構 我說每一個人都有人脈結構 或網路結構 每家企業也有網路結構 那網路結構呢 就是由節點跟連結所組成的 就是節點跟連結 那如果有兩個節點沒有連結 那在這個網路結構裡頭呢 就像破了一個洞一樣 那那個叫做結構中 有了一個洞 就是節點跟節點沒有連結 舉例來說 企業要找程式設計師 你找不到 男生要找女朋友 你找不到 賣房子的人要找買房子的 你找不到 賣家 那就是有洞 那誰能夠填補這個洞 那為什麼叫洞不叫勾呢 因為這個其實回到這個東西 是因為在這個1990年 你知道在1990年 1990年的時候呢 有30年前 30年前 我講的先不是結構洞 1990年在哈佛企管評論中 有一篇論文出現 說競爭優勢的來源是來自於核心能力 我想這大家都耳熟能詳 但是在1991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Burt B-U-R-T 這個學者 他不同意這件事情 他覺得競爭優勢的來源呢 不是來自於這個 這個call competence 而是來自於網路位置 他說網路的位置 決定了你的能力 他舉個例子來講 你要買房子 你要買位置 還是買建商的能力 你今天在屏東或台東 買了一個品質很好的房子 跟在敦化欄路 有一個品質很爛的房子 誰的競爭優勢比較高 我們說他說那個位置 決定了你的價值 這個聽起來 我最近在看那個 財閥家的小兒子 就是在財閥中生長 那是一個爛兒子 那也是 因為他覺得那個網路結構的位置 決定了你的競爭力 而不是你的能力 我以前舉個例子來講說 像是這個 這個岳飛很有能力 但是勤快站的位置是對的 所以能力打不過位置 小李子沒有能力 但他站在慈禧太后旁 所有有能力的人 如果不透過小李子 接觸不了慈禧太后 這就很清楚了 所以剛剛這個 其實就是要幫大家釐清這個事情 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怎麼是結構洞 一聽很模糊 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就是從1990年的核心競爭優勢 一路談到這個位置優勢 對 位置 他覺得這個網路位置的優勢 比競爭能力的優勢還來得大 舉例來說 小李子就佔據了一個位置 因為朝中的大臣接觸不到慈禧太后 對 那個洞就被那個 小李子給佔住了 或者是說岳飛很有能力 但是皇帝跟軍隊之間的洞 被勤快給佔住了 好 那你佔住了那個結構洞 你就會產生一個競爭優勢 這個主要是在1990年 還沒有互聯網時代的時候 那就有一個社會學家 他說其實網路位置的競爭優勢呢 比核心能力來得強 為什麼呢 因為在管理哲學中有兩套哲學 一套我們叫做機械論 機械論認為是說 凡是經過計劃執行考核 經過能力 我就能夠人定勝天 但是還有一種這個管理的模式呢 我們稱之為叫做生態論 生態論指的是什麼呢 生態論指的是你的生態位置 決定你會不會生存 所以你的恐龍這個長毛象 獅子老虎 你的生態位置錯了 所以你再強也會絕種 但是像人類 蟑螂 螞蟻 你的生態位置對了 你再弱也會活下去 所以他就有兩套學說 因為從泰勒的這個管理科學 科學管理革命之後 大家都相信機器論 覺得凡是經過計劃執行考核 經過我發展我的核心能力 我就可以生存下去 做強做大 但是生態論的強調的是什麼呢 其實生態的位置 決定你活不活的下去 是 好 就是而不是你的能力強弱 好 等等之類的 所以說也就是說 Burt在1991年 在還沒有互聯網的時候 他提出了這個概念 但是這個概念 因為當時沒有互聯網 所以那個網路位置 他就沒有這麼強 但是到了這個去年 我出版這本書 我覺得這個東西 非常完美的能夠解釋 數位轉型 也就是我們的企業 當從工業時代 進入到互聯網時代的時候 工業時代我們強調的叫做 這個核心能力計畫執行考核 但是在互聯網時代呢 可能你的位置 決定了你的價值 所以我們才出版了這本書 來提醒這個社會 其實在學術中 有另外一種競爭優勢的來源 是你的位置 而不是來自於你的能力 是 所以顯然位置非常重要 再來呢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找到這個位置 而且去佔據這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說 當你找不到男生找不到女朋友 女生找不到男朋友 只要有人找不到 那個結構洞就存在 譬如說你今天要去日本玩 你找不到日本的旅社 你找不到 那就有結構洞存在 你要買二手車 你找不到賣二手車的人 他就有洞存在 這行是有點像需求缺口的感覺 有一點點就是 兩個節點沒有連結了 就像我們剛剛談到的是說 這個 朝中的大臣想見慈禧太后 他見不到 如果你成為了當中的這個關鍵人 我舉個例子 我們講一個好笑一點 五四三 我聽過一個這個 大陸的這個外商的一個總裁 外國人的一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人完全了解 什麼叫結構洞 那他說他在大陸做生意 有一次北京的大官就跟他吃飯 因為他是外商的總裁 那這個大官就跟這總裁說 你在北京做生意有什麼困難 你跟我講 我幫你解決 後來這個大官 這個外商的總裁說了一句話說 我沒有困難 但是呢 我很想娶一個中國老婆 請大官幫我介紹一個中國老婆 那你說一個外商公司的總裁 又是外國人 這個大官會介紹誰 當做他的女朋友 不是自己的女兒 就是朋友的女兒 後來這個總裁說 他一旦成為了大官的女婿 他那時候他講的是這樣子 他說這叫做中國的關係 他的關係跟relation不一樣 他跟大官的relation很好 他變成了女婿之後呢 他就叫做關係 但從我們的角度來講呢 這個關係就要做結構洞 因為從此以後所有大陸的外商 都必須要透過這個女婿 去跟這個大官說話 OK 這個大官如果要跟所有的外商說話 也要透過這個女婿 所以這個女婿就 這個佔演了這個小李子的角色 他如果說只是幫忙 那叫做關係 叫relationship很好 但是他變成了女婿 他就佔據了那個結構洞的角色 他就叫做關係很好 當然這個外國人是說 他說中國人講的關係 跟美國人講的relationship不一樣 但是我跟他說這個關係 其實就是結構洞的想法 穿越多重網絡 就是那種穿越多重網絡的節點 就是你把 像是多重宇宙 對 媽的多重宇宙 我說因為外商是一個網絡 然後中國的官方是一個網絡 但是這個女婿 讓外商跟官方能夠穿越 做連結 做連結 對 就是能夠讓她連結 必須要透過她才能夠連結 那她就取得優勢 就跟小李子啊 跟這個 勤快 或者是當時的這個 城市一樣 當時的城市的 不是說Burt 他的研究說城市的產生 都是因為有很多的道路的連結點 City City的產生 就是有很多道路的連結點 那個連結點就能夠串連 比如說你從基隆到桃園 一定要經過台北 你從桃園到這個宜蘭 一定要經過台北 所以台北市就變成了 貫穿多重網絡的結構洞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繁榮 因為台北繁榮不是因為它能力強 而是它的地理位置 對了 那這個跟數位轉型之間的關係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思維呢 因為你剛有提到說 那現在工業時代 是剛提到了核心競爭的優勢 那現在是網路位置優勢 那這個跟我們的數位轉型的關係 會在什麼地方 在我結構洞那本書 我談到這個結構洞跟數位轉型的東西 談到的是說 在網路世界的數位轉型 就是要打破社會的不流動 因為我們說 這個這一波的數位轉型都是網路科技 對 那上一波的數位轉型都叫做電腦科技 電腦科技是為了資訊化用的 網路科技就是要幫助所有的企業 變成網路型的產業 那網路的本質就是社會流動 社會不流動呢 它就沒有辦法改變 那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我們在書上有一個例子是什麼 就是說譬如說 美國人他們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 在住在美國的華人 過去這一百年 社經地位提得很高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區的華人會鼓勵他孩子讀大學 讀完大學以後呢 這些孩子就不會住回中國城了 就會搬到美國人的社區了 他說如果華人一輩子都住在中國城 兩百年以後華人不會改變 但是那群人搬離了中國城以後呢 就造成了社會流動 這個流動呢 因為華人的第二代就會接觸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機會 不同的人事物之後呢 他整個人就開始改變了 譬如我再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現在學校 面臨到的不是數位化的問題 是數位轉型的問題 因為少子化 學校註定要倒掉 你即使你的研究做得再好 你的核心能力再強 但是對不起 我們去年只有14萬人出生 你就是沒有人 所以呢 學校必須要做數位轉型 要做數位轉型 一定要社會流動 好那第一波的社會流動 是收外籍生嘛 對我希望開放一個結構洞 讓東南亞的人呢 都能夠到台灣來讀 但是外籍生的人數也不夠了 那另外一種的結構洞 就是說未來的學校呢 不應該讓人來到台科大的校園 而是把學校開在有人的地方 好那我們說這個時候就是社會流動 因為你社會流動的時候呢 你就會變成演化 因為你在流動的過程中 你就會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為什麼呢 因為在機械論的數位轉型 是經過計畫執行考核 好但是在這個網路世界中的轉型呢 靠的是演化 那演化 我們說演化就是你這個樹呢 你會遇到石頭你就會轉彎 樹最後會長什麼樣子 沒有人能夠知道 會因為你經過不同的環境 會有不同的做法 那真的是考驗跟挑戰現在人的思維 就是說你剛剛提到的 我們過去就是工藝時代的thinking 對不對 那現在在網路時代 遇到石頭要轉彎 那要轉彎要轉到哪裡去呢 你也不知道轉對還轉錯對不對 你不曉得就是試者生存嘛 像我一個學生到 要去比利時去交換學生 學校要寫讀書計畫 後來我的研究生呢 就把他的讀書計畫給我看 我說這個計畫 基本上是給學校看的 我們說計畫趕不上變化 變化趕不上一通電話 是 我說你在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美國的 你到比利時的交換呢 跟你的讀書計畫沒有關係 那但是跟你的態度有關 因為你在那邊 你的態度如果是開放的 你就遇到很多結構洞 因為你不曉得 會遇到什麼樣子的老師 什麼樣子的同學 每一次你參加同學的活動 都是改變你的一個契機 你跟一個老師做計畫 也是改變你的契機 我說那個 你在比利時的過程中呢 不是計畫出來的 是演化出來的 我們就講說管理學的 兩套哲學嘛 一個是把你的未來 當作機器 我要控制它 一種是我尊重 這個生命成長的機制 是演化 但是結構洞 這件事情呢 可以讓你認識不同的人 學習到不同的能力 那不同的演化過去 那如果從 剛講企業的角度 因為你剛用學校來 講說怎麼生存嘛 所以顯然剛提到的 走出去 然後拉進來 這個剛講拉進來 就是把外籍生這些人 然後讓他有流動 另外一個是我們要走出去 去可能各種社區啊 或者是去找人 這個另外一個地方 那如果從企業角度來看 可不可以舉一些例子 讓我們可以比較 可以想像說 如果我們企業要運用結構洞 來轉型的話 那他可能是 在哪些地方 可以做什麼樣的著力 其實講簡單一點 就是我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如果美國的華人 永遠住在中國城 200年不會改變 但是他搬離了中國城 就會改變 所以對企業也是如此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以前最常舉的幾個例子 是像iPhone手機 Motorola呢 它的這個手機 在電信網路裡頭 電信網路走久了之後呢 它就會飽和 電信網路 然後呢 它就在電信網路 就像這個華人 永遠住在中國城 那打電話 就是那些事情嘛 所以Motorola過了幾年 不會有太多的轉型 但是iPhone手機出來了 出現了App Store 把這個電信網路 跟軟體網路 穿越了 也就是我用智能手機的原因 是因為它不是一個電信網路 它是電信網路 加上了軟體網路 所以它就打敗了所有 只有電信網路的諾基亞 Motorola等等之類的 它用更大的網路 因為它造成社會流動 它把電信網路跟這個 這個軟體網路 流動了 那譬如說像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已經做到了 這個大陸的電商的最大的 我們說所有單一網路 做久之後呢 都會飽和 所以它再怎麼做呢 就像華人住在中國城一樣 電商一直就沒有辦法突破了 但它會透過支付寶 進入到了金融網路 它透過了這個零售通 進入到了實體的M2M的網路 它透過數據 又到通過了這個 真信的網路 所以你會發現呢 它不斷的 這種更大的網路 譬如說我們講說 它穿越到電信網路之後呢 它這個阿里巴巴的轉型 就不再只是個電商公司 它是個信用公司 是一個支付公司 所以你會發現呢 它就能夠打敗 只有金融網路的銀行 只有電商網路的電商 因為它是一個更大的網路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叫林志玲好了 我們說好 你現在講林志玲 因為我今天 我早上在一個地方演講 結果呢 剛剛就舉了一個例子說 你們認不認識某某隱新啊 結果 竟然底下 竟然稱 我還問說認不認識林鄉 你認識林鄉 我知道 很多人不認識 我知道 那表示你真的很年輕 很年輕 這也跟結構洞有關係 是 如果我們把話題 從林志玲轉到林鄉 因為講林志玲 可能很多人已經不太認識 好 為什麼呢 先講林志玲好了 不不不 林志玲你這樣都可以 都姓林 都姓林 其實講林志玲 簡單就是你要單一維度極大化以後 你穿越結構洞才有用 好來 單一維度極大化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什麼在 你這是結構洞的策略嘛 對對對 你要單一維度極大化 譬如說你的這個電信網路極大化 你穿越到軟體網路才有用 電商網路極大化之後 你穿到電信網路 金融網路才會有用 所以你這個聽起來 好像我們在我們過去的學裡面 規模經濟之後再做範疇經濟 有一點點像 但是你的範疇經濟要透過一個節點 那個節點叫做結構洞 那 能不能成功 就有沒有結構洞 對 因為範疇經濟 基本上是一個產品設計的概念 我會分享它的固定成本 譬如說7-11 我可以賣3000種產品 我可以做爆發等等之類的 那不是一個網路型的企業 那是一個產品設計說 我要從規模經濟走向 scope的reengineering 但是這個這個結構洞的意思是說 我穿越一個網路 因為我覺得電信網路跟軟體 都叫網路 那這個網路你要把它結合之後呢 我就用更大的網路效應 做這個數位的軟型 所以某一個假如說 你也要原來在自己的網路裡面 已經要很大了 你一定要有一個單一維度極大化 不然你穿越網路呢 你沒有力量 就是也就是說我們說穿越 林志玲來舉例一下 因為你剛剛講就是只要講林志玲的事 單一維度極大化 林鄉也可以講 林鄉是另外一個故事 對 下次可以來講李多慧 林鄉是未來式 那林志玲是過去式 我說在結構洞理論也是一樣 那過去式指的是什麼呢 林志玲是一個很不錯的model 但他歌唱的不好聽 舞跳的不好不好看 電影也演的不好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看的model 所以他就穿越了多重網路之後呢 他又是歌星 又是跳舞的 又是主持人 又是演戲 又是model 但是如果他model做不好 後面就是樣樣做樣樣鬆 那我們說經過這麼多年來 為什麼很多的model都消失掉了 因為其他的model只有單一維度 有很多的model可能比林志玲還漂亮 但他是單一維度 他沒有穿越結構洞 但是林志玲呢 因為他是可能是一個80分90分的model 他穿越了結構洞以後呢 歌唱不怎麼樣 戲不演的不怎麼樣 但是呢他不會倒 因為他穿越了結構洞之後 他有一個更大的網絡 好那我想說如果林志玲不漂亮 穿越是沒有用的 那林鄉現在也在主持啊 因為那個跟吳宗憲主持那個 對 大明星小跟班 但是林鄉跟林志玲又不一樣了 真的 為什麼 因為林志玲的時代叫做中心化的結構洞 林鄉的時代叫做去中心化的結構洞 是請說 因為你知道這個 這個隨著網路的密度增加 中心化有效率 隨著密度再增加 中心化變得沒有效率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以前我們講主播啊 聖竹如啊 這個李士端 我們通通都認識 對 還有張文南 我們通通都認識 但是現在呢 因為去中心化 主播變得很多了 對 所以你已經搞不清楚 哪個是要做名主播 所以現在做主播要出名很困難 是 現在只有館長啦 百萬的 對對對 就是 過去呢 我們說在 為什麼 因為以前那個媒體就只有三台嘛 只有三台 我們就看到這幾個人 對 為什麼呢 為什麼只有三台夠 因為網路密度增加 還沒有增加到很多 如果網路密度增加到現在這種狀況了 三台就變成沒有效率了 對 這個東西其實會牽扯到1968年 有一個德國的物理學家叫做布雷斯 是 他提出了一個叫布雷斯悖論 他主要是解決交通網絡的問題 他是講說 你今天在台北市建立了一個捷徑 譬如說市民大道 當汽車的密度不夠大的時候 這個市民大道叫做捷徑 但是密度再擴大了之後呢 市民大道叫做瓶頸 因為大家都會走向市民大道 因為市民大道也是個結構洞 因為他把東區跟西區串連在一起嘛 所以市民大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串連多重網絡的結構洞 但是網路密度不高的時候 市民大道是有功能的 但是網路密度高的時候呢 我想所有坐在內湖上班人都知道 這個上下班的時候就不要走市民大道 那同樣的道理 過去在網路密度不高的時候 我們有中心化的電商 我們有中心化的人力銀行 但是網路密度再提高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在電商裡頭 人力銀行裡頭 小公司找不到履歷 爛學校的人找不到interview的機會 因為大者很大 你那個常委都被犧牲掉了 你在這個電商越來越大 密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就有大多數人在電商找不到客戶 而且它的管理的效率就會開始變差 所以現在的結構洞呢 會有另外一個趨勢 叫做化整為0 譬如說像很多矽谷 他們在找工作的時候 就不會透過人力銀行 他會透過說你所有的員工 你在你的IG上幫我找員工 找到以後呢 我發你3萬塊或5萬塊的獎金 所以如果說我公司有100個員工 100個人都會在IG上招募員工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呢 這個結構洞就會從一個人力銀行 變成了100個IG 小的人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老師 吳四三一小 他說他最喜歡收美女學生 我說為什麼 他說收美女學生有很多好處 他一個好處是什麼 你把工作他交給他 都會有四五個職工系的人在幫忙 是他也是個結構洞 對就是你今天要找人 如果你公司不是台積電 也可以透過你們公司的美女啊 帥哥啊或人緣好的人啊 是 其實我們上次有講過 因為在網路上還有所謂的三度影響 六度分割三度影響 因為你透過你員工找到的人 磁場都會很像 所以這些人大概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要找六連結的人 對所以可以看到 電商現在會開始走到D to C 會開始這個媒體會從 這個中心化的媒體走向製媒體 像大四五四三 這都是所謂的去中心化的結構洞 因為大四五四三也是個結構洞 是是 對不對 因為以前都是中心化 對我現在找盧希棚 只要到大四五四三就可以找到 對就可以找得到 對那像以前我們要地方地震 你捐錢給政府 那如果網路密度不大 你捐錢給政府可以有效率的分配 但是網路密度越來越大 突然湧進了四五億 十幾億的這個投資的那個捐款的時候 你會發現中央政府可能六個月物資都發不下去 那時候慈善團體呢 你上午發生地震下午就送去了 也就是說當你的網路密度還不夠大的時候 中心化的結構洞呢 有它的好處在 但是現在我們網路密度開始提升了 所以結構洞就會走向去中心化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web3.0啊 區塊鏈啊 那都是未來的一些的機會 因為我們說因為現在網路密度太大了 特別是對我們進入到了這個這個網路時代 網路密度太大 大到一種地步呢 中心化的結構洞已經產生了一個叫做網路無效率 OK 就是我們談到的布雷斯悖論 包包包等等之類的 哇 這個但是還是要回過頭來 就是說假設我了解了這個結構洞的概念 如果我要做數位轉型的話 你對企業有什麼建議這樣說 要怎麼樣來運用結構洞來幫助我做企業的數位轉型 就如何掌握結構洞的概念 剛剛有提到幾個嘛 就是位置 然後造成流動 然後穿越 然後單一維度極大化 這些概念 你覺得說以現在你觀察 我們現在的中小企業 他做這個數位轉型 因為大企業有這個資源 如果這些中小企業 他如果想要做數位轉型 你覺得他挑戰在什麼地方 而結構洞可以如何幫助他克服這些挑戰 其實講結構洞好 在我那本書裡頭我今天沒帶來 真的太可惜了 沒關係我們會用視訊來處理 我那本書有提到 我們說在農業時代你要種田 你要盤點你的人力資本 在工業時代你要投資 你要盤點你的財務資本 在知識經濟時代你要研發 你要盤點你的智慧資本 但是結構洞是一個網絡社會的東西 你必須要先盤點跟建立你的社會資本 因為你沒有社會資本 你就不要談結構洞了 因為結構洞就是擴張你社會資本的一個東西 對你這個講非常重要 因為我那天吃飯的時候 有一個中三EMBA 他說他有一個同學已經念了六個EMBA 已經在這個實施你的策略了 就是他累積他的社會資本 透過六個EMBA從北到南累積 但是他沒有單一維度極大化 來講一下就沒有用 是來講一下 單一維度極大化 你自己要有很強的 對譬如說你張文啊 你在六個學校教EMBA 那就不得了了 對不對 因為你很會五四三 你懂產業分析 所以你有單一維度極大化 所以你在五六個學校教EMBA 那就不得了了 但又一個人只是去爬山啊 交朋友啊 上課啊 聽笑話啊 沒有用 因為穿越多重結構洞的關鍵 你要單一維度的極大化 可是他當學生也是單一維度 那把學生的這個維度擴大了 這樣可以嗎 就是他去那邊就交朋友啊 比如交老師交朋友 對對對 但是你不能夠樣樣通 樣樣鬆 我們講說斜槓好 不是每樣都是一樣的 所以學生教 學生去念六個EMBA 其實效果不大 如果你有單一維度洗的話 像我們詹老師 用學生的角度啦 就是他為什麼又念六個EMBA 比如說假設 他今天是一個很強的這個 電商的公司老闆 他讀六家就有用 如果他只是讀書那沒有用啊 那就是認識人啊 呼朋狗友啊 然後對 最近這個媒體上不是講說嗎 交際應酬沒有用啊 因為你有能力人家就會來找你啊 你有能力就叫做單一維度極大化 對所以人家講說 你一直去應酬沒有用 所以應該是說我如果念一個EMBA 對我要透過這個EMBA 把我的能力極大化 極大化之後 真的有能力了 之後才開始再去念其他的 也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你有了單一維度極大化之後呢 就像林志玲 你再去選擇其他的維度 那這時候就有加成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個單一維度的極大化 你那個加成效果不會出來 好所以這個今天聽到的金句 單一維度極大化 其實就是把自己的某個角度 我自己感覺啊 就是把自己的call confidence先搞定 call confidence先搞定 搞定之後我才能夠有機會去穿越網路 對對對 所以這兩個哲學都是對的 因為我們說只有小孩子會回答選擇題 對不對 我們說到底能力重要還是位置重要 是 因為只是如果你的思想只有能力 那你就要多想想你的網路位置 如果你的思想只有網路位置 你就要多想想你的能力 那個能力就是單一維度的極大化 是是 然後你才會有多元 因為穿越結構洞 還有東西叫做物種的多樣性 就是這個物種的多樣性 會在生態學裡頭 容易讓你生存下去 譬如說我們說蟑螂 你殺了他有20%活下來了 你換一個蟑螂藥 又死了80% 又有20%活下來了 因為他生得很快 他有物種多樣性 所以他活得下來 所以怎麼樣 我們現在多生幾個 加油同學 產品這樣子 同學加油 產品來 對 好 講不下去了 沒關係 就是剛剛提到的 還是要回過頭來啦 剛剛講的 因為單一維度極大化的概念 就是自己的Cocampant比較好 然後之後尋求位置 我覺得這兩個都蠻重要 都很重要 兩個都很重要 那除了這個單一維度極大化 你覺得還有什麼策略很重要 還有什麼擴大打擊 我記得你好像有一些什麼 像維生維 那個看書啦 還有一個就是動動相連 動動相連到天邊 為什麼呢 因為你所面臨到的 不是一個結構洞 因為一個結構洞 會串出更多的結構洞 只要在你的市場中 你的客戶的客戶 客戶找不到客戶 客戶的客戶 找不到他的客戶 客戶的客戶 找不到他的客戶 客戶的客戶 找不到他的供應商 那都叫做結構洞 譬如說 這個 你今天買房子 對 買房子跟賣房子 叫做一個結構洞 買了房子 你還要找家具 還要找辦公室 還要找水電 還要找生活 還要找小學 食衣住行娛樂 對 所以那個動動相連 所以你當你竄出一個結構洞 你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 但是這個所有的東西 都會基礎在一個 你單一結構 把它連在一起 其他化之後呢 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動動相連就會造成社會流動 因為所有的沒有商 所有的市場都是社會流動 因為我今天買的房子 我找不到吃飯的地方 我找不到學校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建立了一個結構洞 讓社會流動了 那你的產業就做大做強了 我們說數位轉型基本上就是你單一結構 單一維度極大化之後呢 你去尋找更多的機會 因為你永遠住在中國城裡頭 華人過了兩百年不會改變 但是當你透過結構洞 進入到了美國人的社區之後 你會發現有更多的結構洞 那這個時候呢 在美國的華人呢 他的社經地位就改變了 那這個改變的東西 不是來自於計畫執行考核 而是來自於生態位置 生態理論 因為你在網絡中的位置 決定了你會不會活下去的價值 而那個位置叫做社會資本理論 你今天要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 你就要盤點你的社會資本 不然你根本不曉得你的位置在哪裡 如果你不盤點你的社會資本 你就不曉得你的結構洞對你的這個 就我剛剛談到的嘛 你要盤點智慧資本 你要盤點人力資本財務資本 對你要盤點你的社會資本 對 那像我舉個例子這樣 像我們詹院長就是社會資本很濃厚的人 他出來登高一呼之後呢 對不對就動動相連到天邊 真的 就很多人都願意啊 對啊這個不管是產官學啊 高中同學大學同學小學同學 因為你的社會資本很高 只是你如果你好好的盤點你的社會資本 是你就會發現你的社會結構的洞 在什麼地方 因為我們說我們再回到最原始的定義 結構洞就是在你的人脈網絡 我們覺得社會網絡裡頭 有兩個應該要連結的節點沒有連結起來 但是你連你的社會網絡長什麼樣子 都不知道的情況之下呢 你怎麼去連結那個網絡 好所以我們說 中小企業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開始學習 你要盤點 那盤點有所謂的中心度啊 度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 跟特徵向量中心度 還有所謂的做連結強 在書上裡頭都有 對 Google都有 Chart GPT也有 我試過Chart GPT 所以坦白說這個訪問 如果你聽不懂 你回去看Chart GPT 真的嗎 哇太厲害了 不過不是應該這樣講 其實那個羅斯今天提到幾個重點 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也深刻有體會 就是第一個 他剛剛提到說 其實大家要關注的幾件事情 第一個我覺得 就是農業時代是人力資本 為什麼要養兒防老 那現在網路社會要養老要防惡 那工業社會呢 就是要財務資本 然後之後呢 現在這個智慧經濟呢 講求的是智慧資本研發 然後現在網路社會呢 這個社會資本非常重要 那這個社會資本呢 也某一個角度呢 也決定了你的這個位置 競爭優勢 競爭優勢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在你原本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優勢 可是你已經單一維度極大化之後 你總不能一直在那個地方 維度一直生存嘛 就這樣在中國城搞那麼久 也是沒什麼出脫啦 是 所以怎麼樣能夠 能夠出脫到穿越 就是多重宇宙 穿越到另外一個網路 這非常重要 但是呢這個 你能夠穿越很重要 是第一個你的空間 你身上OK 然後之後再開始穿越的時候 你就可以透過 我覺得這個不錯 就單一維度極大化之後 動動相連 就是怎麼樣能夠 在各種結構洞當中 你去突破之後呢 就可以把你的效益極大化 價值極大化 那當然他裡面有提到說 除了解釋結構洞 我覺得各位真的去買一下這本書 因為你搭配剛剛的訪問的話 你就會了解說 真的是一下就懂這個意思了 因為他舉了幾個例子 不管中國城啊 或者這個為什麼教授要找這個漂亮女學生啊 或者是林志玲 他如何能夠在他的事業上面去擴展啊 都在這邊有一些例子 那當然在過程當中 他說新的網路的結構裡面呢 就產生了一些新的物種 這包括林工經濟啦 物聯網科技啦 個人化的巨量經濟啦 元宇宙啦 Wave 3.0 這種新物種呢出來了 所以你怎麼樣去掌握這些新物種 然後在這個生態體系呢 有一些新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其實非常重要啊 好這個當然啦 很多的細節都在結構中這本書裡面 如果大家 其實我覺得是很好的學習 因為繼綏經濟之後 你如果把綏經濟弄懂 再把結構中弄懂之後呢 我覺得其實在策略理論裡面啊 真的能力很重要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說 你雖然能力很重要 可是如果你沒有結構 就是剛講的沒有位置的話 其實有時候做大概就是不能做很大 你如果能力又好 又一個結構位置 如果大家可以去看那個 財閥的小兒子 財閥的小兒子裡面 那個小兒子 哇 那個你就知道說 那能力又好 加上有結構 這時候他就可以搞得很大 但是也很容易被人家打死 沒錯 我說所有的悲劇英雄 就是有能力沒位置 是 真的 像項羽嘛 對 像項羽 就是有能力沒位置 但是所有能夠這個運氣好 這個隨著風展翅上騰的 就是你位置站對了 因為風來了 你位置站對了 豬都可以飛 對 豬都飛得上去 但你位置沒有站對 對 那你即使老鷹 可能也飛不上去 對 不過話說回來啦 就是說 有時候人沒有位置 也沒有關係 一定要把自己能力培養 單一維度 才有機會能穿越宇宙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有時候 人就是含著金湯子 我剛剛想講的是說 像那個財閥中的小兒子 他那個長子就是不像話 就是能力很差 但是他雖然有個好位置 事實上也搞不出什麼名堂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培養自己的核心進入是非常重要 然後透過結構洞 你再找到一些好的位置 這樣就可以讓你 將來的事業會更成功 那企業的發展會更好這樣子 好 今天希望大家透過這短短的30分鐘 能夠理解這什麼叫結構洞 如何掌握結構洞 來讓自己能夠成功轉型 這個不只是自己 企業也要成功轉型 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我們這個盧教授 這個精彩的說明 是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來請到大師 這個大師不好請的 因為他終點費真的是很貴 我們免費的 但是因為他是我高中同學 所以就是 這就是位置贊錯 義務贊助 不過你講的真的是 我剛剛為什麼說我深刻體會 他跟我說去教 因為這個財運分析人很好 然後呢就去教人家 然後就單一維度極大化 去了六個學校之後 這個學生要考博士 也來教學推薦信 要找工作 老師也沒有適當的工作 我突然發現 我好像 奇怪 我好像沒有發揮 這個結構都好像變成 職業介紹所 這個好像 這個也是 這位老師應該做的 我們話說回來 這也是 我覺得非常樂意 這位一個老師非常 怎麼講呢 就是一種成就感 學生還願意 利用這個結構 對 讓我們有機會 能夠助人 也非常感謝 我有這個社會資本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盧老師 讓我們今天的大師五師三成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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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